友情並不是說你認識對方有多久,而是你們共同擁有的一起走的日子 今天我就會講講香港掌故有關留下山水喉的日子 接著我就會講幾個香港恐怖歷史淺水患 壓軸就會講一下謝賢、謝老四四國的風流史 當中也有些驚人的細節和大家分享和回顧 Coming together is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a process, working together is a success Are you ready? 恩珍當時年輕貌美,加上華語片大行其道 所以當時她是紅極一時的 我看回很多文章 連當時的大美人林青霞姐姐都是以這個恩珍為一個偶像 那時候已經是三十多歲的謝賢、謝老四哥 她雖然外表仍然瀟灑英進風流梯堂 但畢竟她是大過恩珍姐姐很多次的 加上她曾經有個幾段失敗了公開戀情 被這個媒體廣泛地數她的風流暈時 所以她和謝賢之間的戀情是受到她父母極大力去反對的 在1974年雖然這個恩珍的父母極大力去反對她們 即是兩個拍拖 但是恩珍不顧一切 偽然就要和謝賢結婚 謝賢公開承認了這三段感情 但是第三段感情也是第一段的婚姻 也維持了大約三年左右 如果計算剛才的日子 她說其實這個也是有段故的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其實在1976年12月謝賢跟恩珍協議分居 傳聞就是第三者因為劉家昌的介入 也有說因為恩珍和謝賢分居之後 很多傳言就說謝賢是有生育的問題的 待會我再跟你說多一點這個疑團 而且因為謝賢和恩珍在一起的時候 她惹了這個賭的嗜好 但是如果你的另一半喜歡賭錢 那女人在家等你回來的時候 當然是不開心 其實就是這個劉家昌一早已經盯著 因為劉家昌一早已經結婚了 當時這個16歲就開始拍戲 24歲的遇到這個謝賢 這個恩珍是吧 他們兩個就走在一起了 其實一早這個劉家昌自己又結婚了 他也是盯著這女兒這個恩珍的 但是因為殺出的情友就是謝賢 他就突然覺得想跟他鬥 但是呢 就因為覺得自己又結婚好像有小蝕 是吧 這個劉家昌20歲的時候 遇見真恩恩珍覺得驚為天人 1968年的恩珍 以這個做這個新娘與我的配音的時候 已經結婚的劉家昌就出現了 將他叫到樓梯口親口 咬了一口 之後就跑走了 令到恩珍覺得很莫名其妙 後來恩珍就和謝賢離婚之後 劉家昌也離婚了 在一個聖誕節 劉家昌就邀請這個恩珍 一家人和他的家人一起聚餐 聚餐完了之後 然後就送這個恩珍回家 接著就駕車繞過這個北投 楊明山莊看夜景 但恩珍就不知道劉家昌的心意 後來劉家昌就追到去日本 因為劉家昌就去日本拍戲 劉家昌就追過去 借一些以後說去日本旅行 其實就是去探望他 被這個導演羅惟見到 當然是告訴謝賢 因為謝賢就很生氣 曾經傳過他們婚姻的時候 有傳過謝賢是不是打阿欣珍 但謝賢一早已經否認了這件事 但他終於罵得不開心 因為當時他喜歡賭錢 大家也有很多喊殺 然後出現了劉家昌這個契弟 在這裡叫人長腳 趁人家恩珍不開心和謝賢吵架 就乘虛而入 去辦安慰 說真的 這些男生都很公心 然後謝賢沒有辦法 他說他當年上了律師樓 他們兩個是1976年12月 謝賢和恩珍協議分居 但當他簽完離婚子的時候 他自己開車上山頂 哭了15分鐘 然後他跟自己說 過了去不要再想 然後他就放下了 他是這樣說 但是他兩個都是挺好的朋友 因為就在2020年差不多 恩珍出了一本書 而謝賢就去了書展 他那個賣書會 恩珍的賣書會是撐場的 然後跟他去過旅行 跟恩珍去過旅行 2020年的時候 另外就是 恩珍早前 就是年多前 就是因為太過操勞 進了醫院 謝賢也有探望他 如果男人做到這樣 即使已經一百年多 如果不是有賺盤 而你是說可以關心一個舊朋友 我覺得是絕對有軍事的風度 另外就是說少少劉家昌和恩珍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結婚的時候 恩珍跟劉家昌之後結婚 然後去了美國生活 另外就是劉家昌也是經過一個台灣 有一件事是關於一個藝術在台灣的 叫做谷明倫 因為可能是一個士氣的時候 因為劉家昌自己是一個 都是在娛樂圈有小地位的人 拍一套電影關於網告軍雲的 因為有些類似誤會或者喵殺的事情 所以就導致究竟這個谷明倫是墮樓身亡 因為是自己自殺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但是他們為了這件事的話 劉家昌他的聲明是受損的 也是恩珍陪他一起度過這些困難的時間 然後呢 他們去了美國的時候 簽證了 發展了她的兒子 遲了她的兒子 遲了她的兒子 而且這個恩珍也透露她的兒子 之前有個女人打電話去她家 她說 因為有說劉家昌除了這個恩珍之外 她的兒子曾經收過一個電話 就打電話去她家 那個女人說 恩珍你是豬 你比豬更蠢 然後呢 就懷疑她老公這個劉家昌 可能又是對她不忠的 對啦 總之呢 就是這個恩珍 就和這個劉家昌 也是 就是關係 就是早一段時間 已經結束了婚姻關係 但是 我想呢 你說恩珍 應該和劉家昌做不到朋友 但是如果你看回 阿謝老四四哥 就可以和恩珍做朋友 所以這段感情 他自己也是處理得不錯 雖然在那一陣子 他因為劉家昌的介入 令到兩個人 好像有緣無份 那樣分開 但是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再看回那件事的時候 都是一宵敏恩仇 所以覺得都是君子的 到了第二段的婚姻 就是出現她第四個公開的女性 就是這個迪波拉 遇到迪波拉的時候 開始其實不是這麼開心的 因為根據香港的傳媒報道 其實四哥 他本身以前賺了很多錢 但是也都說 由恩珍結婚的期間 已經開始喜歡賭錢 也累到兩夫婦都經常吵架 去到和恩珍離婚之後 他就更加賭得大 亦都是經常借走銷售 突然之間 已經差不多沒有什麼錢 非常之落博 亦都是沒有容身之所 經過的朋友介紹 有個人就介紹他 有個包租婆有地方租 租了一個房子給他 那個包租婆就是迪波拉